印上Hello Kitty 彩繪列車華麗進展 這是觀光列車環島之星 疫情爆發後睽違三個月 8月10號赴使迎來第一批旅客 對啊 我們已經第三次了 晚上就華蓮嘛 明天就台東 再台南 一家五口四天三夜入住五星級飯店 砸下11萬元出遊解悶 但觀光列車上比照雙鐵 防疫規範全車降載五成 採取梅花座 一節車廂最多只能有17位旅客 不過有例外 環島之星的景觀車廂 過去一直都是重點特色之一 不過現在呢 因為防疫的關係 車廂裡面的座位數較少 因此只能容納8個人 而除此之外呢 過去在這個車廂裡面 都會用一些手作的甜點 但是現在因為防疫的原因 也必須改成像這樣子 簡單的手作DIY 而且改到個人的位置上進行 景觀車廂少了活動的樂趣 但依舊可以拍照打卡 另外像是吧台部分 以及卡拉OK車廂 都全面暫停 過去因為觀光列車 本來人就很多 會有很多親子上來 所以我們都是採取定點服務 可是因為現在人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少了很多 所以我們就採取桌邊式的服務 過去摺氣球 是列車上熱門活動 現在改到座位旁10座 親子也能同樂 大部分民眾還是以8月 出發的日期居多 那也推估說 其實大家還是很想要把握 暑假最後個月來做一個安排 訂單銷售的話 大概有七成滿 另外還有明日號 也將在8月11號赴始 目前首行班次 已經全數完售 現階段一樣不能在車上用餐 餅乾或餐食部分 改外帶方式提供 旅遊業全力拼觀光 也要兼顧防疫措施 三立新聞召冠與許欣勤 已然報導